2018年重啟市营运的 五峰清泉温泉会馆营运一波三折 先是因为未申请污水排放许可 被开罚并休业 又遭审计式检讨等 让附近摊商游客是等了又等 应该是等很久了 你看从爱丽台风到现在 后来它那时候出了状况以后 又有市营运 那市营运以后又出了一些状况 每次游客来都会问这个问题 你们那个温泉怎么没有开放 怎么知道要开放 对呀那我们也很难回答 我们也不知道那个答案 接着实际来到了温泉会馆的大门口 可以看到欢迎光临的字样是已经吞下了 而且大门口是深锁不对外开放的状态 那么对于外界的引颈期盼 相公所则是回应了 这一次在特定水保区的解编之下 有可能会在今年底完成市营运的动作 现阶段就是特使医区解编之后 让我们在申请室内装修跟杂照的 这个申请过程 那县府也在进行审查的一个工作 在没有解除之前是没有办法做审查的作业 相公所秘书强调先前提报计划 争取圆明会及县府补助 再加上相公所自筹款 共1886万元进行改造 除了解决污水处理问题 实在必行 贪污也将由7间增加到12间 市营运后取得温泉标章 原是新闻人士许家荣 新竹风采访报导 对新闻人士许家荣